他這個食安問題一發爆發之後 就奉行在哪裡 而且這將來也往往會是法院判決這個重要的依據 所以市民安全在台灣是一個新的議題 那所以台灣在這方面就比較 跟國際來比就比較落後人家 那加上我們的時官法 相關的法令的配套措施沒有 比如說過去的甲油事件 那因為我們沒有所謂食品身份的標準法令 那這個目前CNS是有但是沒有強制力 所以當檢察官起訴這一些黑心油商的時候 那其實我們沒有法令根據 那就沒有判刑 那其實呢這個就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有一些法律學者 找我要來寫一個計畫來研究 有建立台灣食品身份的標準法令 但是這樣的計畫是在於今年是沒有通過的 那表示說政府不希望我們去寫這樣的計畫來做這樣的研究 其實我覺得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常在過去的時候沒有這個一個完整的風險評估的時候 其實在講這個有毒物質的人其實承受到非常大的壓力 那我覺得在這些危險的物質上有這樣的風險評估 由科學來給我們一個答案 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 吳老師您覺得這樣的壓力可以少一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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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想這個我們都可以體諒當年 非常大的壓力 那我想這個現在研議師也是非常的感受的 吳老師您可以讓這個科學更加的去保護這些專業人士 可以暢所欲言嗎 我想這是我們堅持的理念 希望未來台灣做食安的人不要這麼孤獨 也不要經常會受到欺負 我想過去政府就是不希望把食安這個 不願意面對食安的問題 他碰到問題的時候只是想把它大肆化一下小肆化 所以都不願意面對這種科學的真相 那目前台灣比較強調的是事件發生以後的善後處理 就是當食品安全事件發生的時候 那政府怎麼去把食品下架 怎麼去追蹤人員 那這樣都是比較不是那麼理想的做法 因為民眾會擔心 到底我市面上還有哪一些物質 或是我吃的每天的食品中還有哪一些有害物質 如果沒有發生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怎麼樣去建構一個預防體系 來做好食品安全的工作 讓民眾買的放心吃的安心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沒錯 預防中醫治療 我想這個都是大家 這件事更新的事件 然後再鮮補中醫道具 等我會見面相載的 ρω度 一定會有所滿載的 嘴巴 我們怎麼會切成功